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婆 你怎么来了 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怎么可以缺习 白副总 继续啊 老婆 灰泡 来 真好看 快去吧 这日子别迟到了 走了 老婆 嗯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好 那现在进行到 本次投资会 最重要的环节 委任执行董事 这是BGG资本 投资会计的权利 我想请问秦总 在提出这样的条件的时候 是否心里 已经有了 合适的人选呢 白副总果然风趣幽默 的确 我只会投资 不懂得经营 不过呢 我心中已有一个人选 我准备找会计的股东 代替我 成为执行董事 各位 按理说我的妻子 王嘉慧 她才是最适合的人选 她是会计的继承人 也拥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 公司的股份 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无法操持公司的事务 这么多年 都是我在经营这个公司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 我愿意代劳 我愿意代劳 我赞同 那如果各位股东没有意义的话 我们现在就举手表决 等等 老婆 你怎么来了 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怎么可以缺行 白副总 继续啊 我宣布 本次的执行董事 各位公司的另外一个股东 我想自建 做执行董事 老公有意见吗 不好意思各位 处理些意外 先暂停一下 在座的各位都很忙 怎么能说暂停就暂停呢 秦总 你有意见吗 我没有意见 大家还有意义吗 我有意义 毕计计是陈总 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你凭什么坐享气场啊 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夫妻 你有什么立场来提意见 凭你背叛我们的友谊 出轨我的老公吗 你疯了吧你 嘉慧 我什么事出去再说 陈总 你让嘉慧把话说完 首先 BGG的投资是我找的 其次 在我怀孕期间 你把我软禁在家里 利用不法手段 将所有公司股东的利益和分红 所有的东西全都收入你囊中 还有一部分 是去给白金买房 你们陈总 挪用公款 导致公司利益尽失 我绝不允许任何伤害汇气 和各位股东的利益的事情发生 是 贾慧 贾慧 老公 你不会真以为你把我搞失忆了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吧 你凭什么说我 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 谁是陈墨 陈墨 你涉嫌职务侵占罪 跟我们走一趟吧 配合调查 可真很好 等等 我到这儿 我知道你们当中一定有人 是跟他站在同一边的 如果想走 你们随时可以走 我可以高架收购你的股份 所以有人要走吗 我支持王总 其他人呢 我也支持 如果没有意义的话 就在委任书上签字 然后算了吧 你还在这儿呢 差点把你给忘了 收拾东西 离开我的公司 这次都亏你了 秦先生 是你发现了牛奶的问题 你要感谢你自己 是你读懂了我们两个人的暗号 拜托你了 秦先生 你 消息 我给我看过 我没有人的暗号 你没有人的暗号 我给你做什么 就这样 我还会说 你给你帮你 我帮你帮我 我还会帮你 我帮你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